这个洗钱案的风暴之下呢 今天打算再度南下寻求温暖 那么预定十点半钟搭乘着高铁到台南 事实上稍早的时候 他已经抵达了高铁坐上了火车 那么在这个高铁这边究竟详情如何 也要透过连线 请一点温玉来这样了解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陈前总统呢是在今天早上十点三十分 搭上高铁列车南下到台南 这也是他在洗钱案爆发以来 第二次南下要退的呢 就是要去南部再次集结停点的力量 而面对媒体的这个所有提问呢 他今天不发一语一样 全部都不回答 来看他稍早上列车时的情况 要回故乡是不是很开心 半两下南下的心理 总统小安你真的没有温暖吗 小安谢谢啊 是美的啊 到底有多少人头 我们看到呢 画面上陈前总统这一次南下 一样有大批的人员介护他南下 而且呢 在整个从他住所宝莱花园出发 一直到台北火车站呢 都有这个警车 以及两台的警方的哈雷机车来护送 这个整个就是依照这个卸任元首的规格 来护送他到台北车站 而这一次呢 他预定是中午时间就会抵达他的老家官田 那么也要拜见他的母亲 同时呢他在下午就要接受这个当地的一个南都电台专访 那么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呢 就是他会去这个梁宝宫进乡 到时候呢就会有大批的这个停点民众来为他加油打气 而在这个今天下午的电台专访时呢 他会不会愿意再次来澄清整个醒前案的过程 中间新闻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消息 先让镜头还给同内 中间新闻由他接下来 中间新闻就会出现